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开始进入这个圈子 知道要继续兼顾学业 继续兼顾工作 其实我自己都担心 自己会不会受不了 或者会不会很困难 会不会很辛苦 自己都很担心 但是我觉得过程 对我来说是非常充实 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都知道可能要 顾着唱歌 或者要比赛 或者要准备工作方面的东西 但我自己的其中一个提示 就是做完学业上的东西 或者先做完功课 因为学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会先放学业 所以无论如何都好 我都会将功课 学校的 可能要温书、密书、 考试、测试、测试、测试 所有东西都要搞定 然后剩下的时间 就会放在工作上 自从在星梦全棋比赛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我自己是 喜欢跳唱多些 而且我找到跳唱这个角色 给我自己 虽然我小时候是由慢歌长大的 而且是将唱歌和跳舞 是分开来一起做的 就是之前就唱歌还唱歌 然后可能大概九岁十岁 才开始慢慢接触跳舞 然后是之前未试过 将唱歌和跳舞放在一起的 所以就觉得 咦?唱跳对我来说 就很特别 而且很开心 令到我很享受做这件事 令到我很享受 而且在舞台上好像 一路跳舞一路唱歌 然后是很不同的一件事 而且我自己其实都很喜欢唱歌 和跳舞 无论是唱慢歌快歌或者只跳舞 总之关于音乐的东西 我自己就很喜欢了 所以我自己就没有特别喜欢跳唱 或者唱慢歌 因为我觉得两个风格 都有不同的好处 我自己是一个很喜欢尝试多方面的一个人 就是我是很喜欢尝试可能快歌啊 慢歌啊 或者唱一些很爆的歌啊 或者唱一些很有感情的歌啊 那我自己其实都有去尝试 因为我是懂得弹一些乐器的 我是懂得弹钢琴啦 吉他啦 和Saxophone 那我之前都 都有用过这些乐器去一起 做一个表演 新的表演给大家看的 我觉得我自己都可以尝试一下作曲填词 因为 别人写的歌给我就写得多 但是自己就没有这个机会去 去懂或者去做到这一样东西 所以如果可以学到的话 我就可能会试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我的第二首单曲 Wanna Be Close To You 和我第一首歌 Breaking My Heart 都是有同一样的班底 都是讲关于 一个女生很想接近自己的心仪的对象 充满着那种很期待 又很矛盾 又很害羞的感觉 希望这一首歌 Wanna Be Close To You 会唱出女生的感受 也都希望男生会更加了解女生的感觉 也都祝大家甜甜蜜蜜 就是张敬軒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比赛里面 他也有做过一次的特别嘉宾 在星木全奇比赛里面 我还记得如果那一对输了 是一个battle的比赛 单对单 如果那个人输了 就可以跟我嘉宾一起唱歌 但谁知道比赛时 我跟我的对手 我通过了那一回合 然后他就可以有机会 跟张敬軒前辈唱歌 但其实我也很想跟张敬軒前辈唱歌 但可能那时候没有机会 或者可能不正确的时刻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一天再和他唱 那天准备的那首歌 我会选B韩国 为什么韩国呢 因为第一 我没去过韩国 第二 我很喜欢看韩国的女团 我很喜欢吃东西 我很喜欢去 有什么新的东西 还有 我知道韩国有些很出名的跳舞舞台 很多不同的艺人都会去那些跳舞舞台 所以我很想尝试在韩国有很多不同的 出名的studio去学跳舞 而且吃很多不同的东西 可以选两个吗 糟了 我会选 我现在会选的就是和朋友到处玩 对了 因为我觉得 但我又很想睡觉 有时 我觉得我是一个 还是没有了 我不知道 让我想想一下 PCM1月号已经出版了 Coverface有我中游美Yumi 大家记得支持啦